我第一次见到这款车的时候是 2019 年的东京车站上面 它那时候是原型车也就是 Daihatsu Rokki 然后其实那时候我对这款车是没有什么好感的 因为我就觉得是一辆很普通的车 可是在 2021 年的年初它引进马来西亚市场之后 我是少数率先试驾这款车的人 试驾了之后我觉得很惊喜 而这款车也成为了 2021 年马来西亚市场最畅销的 SUV 之一 你要知道哦去年我们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 MCO 它还可以如此上销所以证明它是有一定的产品力的 它就是 PRODUER ARTIVA 我相信很多朋友对这款车也是有兴趣 所以我们今天就找来的同样也是驾这款车的 Jaden 让他来分享一下这个 ARTIVA 的 9 点核确诊 如果你要买车的话 那么可以考虑看看 首先啊每一次这种车主分享影片啊 第一个问题都是抛不掉的 就是为什么你会买这款车 OK 首先那时候我是开着一台家里的第三代 Myvi 所以那台车过后家里有人要去用那台车过后 我就想要小小的升级 所以那时候 Activa 还没有出之前是考虑 B Segment 热系的 B Segment 车款 包括 Vios Yaris 还有 City 的 那时候的预算大概是 7 万到 8 万左右 所以那时候正在考虑这个 Yaris 的中配版本 大概落地都要 7 万 7 到 7 万 8 左右 但是那时候3 月份就 Activa launch 嘛 就去看了这个 Activa 过后觉得哇 Activa 很新奇很多配备 这个 Yaris 都没有的 所以就 很下定觉醒就把买的这辆车就立刻下定机 就 抵消掉我买 Yaris 的这个觉醒 OK 一般上来讲人家都是如果国产车跟日本车都是选 日本车比较多 那 是什么原因让你会去选一辆国产车多过一辆日本车 OK 首先其实这个问题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在问我啦 为什么你一个 7 万令吉你考虑这个 Activa Buridua 这个品牌呢 你哪一个多大 Honda 不想呢 其实是 这个 Buridua Activa 我拿这辆车的时候我去试驾 我就觉得整体它的底盘的抓紫感还有它整体的内装质感 确实做到比这个 Yaris 还有 Vios 还要来得好 这一点我不是帮 Activa 打广告啊 是真的是好的 你们各位可以去 showroom 去比一下这辆款车 不过实际上这点我是赞同啦 因为 这辆车 从它的 Preview 到它发布 然后再到去年年末我总共驾了差不多三次 而且驾的时间还蛮长 最长是连续驾了两个多星期 所以我觉得它的这个底盘扎实度真的是有在的 虽然很多人讲 DNGA 的这个 操控跟扎实性是催出来的 可是我觉得真的不是 如果讲你是一个长期 Produa 的用户 或者是可能长期 Toyota 的用户 你在开过了这个 Activa 之后 你会觉得原来这个底盘是进步那么大的 不过这边也不是讲 Vios 跟 Yaris 不好啦 因为实际上新一代的 Vios 还有 Yaris 也是会换 DNGA 所以我相信新一代的 Vios 跟 Yaris 也是会有很好的操控表现 就像刚才你一开始讲 你买这辆车是因为它有很多星期的东西 这样子是什么星期东西可以影响到你 首先就是它的那个 Turbo Charge 的那个引擎 我去试驾的时候我就发觉它的低转速 能够爆发非常高的 NB 我就觉得这一点非常好 等一下 等一下 人家讲那个三缸喔 没有力的喔 叫它们去 Test Drive 一下 OK Test Drive 了 自己就知道了 所以这款车我试驾过后 因为我长期家里都是有开 1.5NA 甚至是 2.0NA 的车款 所以我觉得这款车 虽然是一个 1.03 缸的 可是觉得它非常有力 起步非常的轻快 再来就是它科技方面就是它的头灯组 我是被这个头灯组 attract 到的 因为它是有这个 Sequential 好像有点 Lexus 的感觉 而且它里面只有带有这个 Adaptive High Beam 还有 Auto High Beam 的 就有点像那种德国欧系车款的那种头灯组 再来就是 内装方面它的那个 Digital Meter 就是全夜景仪表 确实可以进行非常多的一些切换模式 甚至 在 100,000 左右的价格都没有这样东西 还有它的那个 Floating Screen 确实是 Floating Screen 来的啊 是 Tablet 这样子薄薄的 不是点心器啊 好像在打广告这样 啊 肯定有收钱啊 不管我是啊 其实喔 这个东西也是一开始这个 Artiva 的 Spec 就是 leak 出来的时候 我觉得很惊喜的地方 因为 其实我有时候会听到一些消息就是这款车有什么配备 有什么配备 一开始我是不相信的 当我听到这个 这个 Artiva 有 SCC 的时候 我其实有点惊讶 这个消息到底是不是真的 SCC 喔 其实在 Artiva 之前 马来西亚市场最便宜的车有 SCC 的都要 105,000 Proton 的 S50 然后我完全没有想象到一个 70 出钱的车就会有这样子的功能 可是当我真正看到这辆车然后知道它有这个功能的时候 我整个人是很 surprise 的 因为其实在这辆车发布之前大概是一个月 我们就去 Pro Duo 的总部看到这辆车 我看到这个方向盘上面真的有那个 SCC 的 logo 的时候我整个人 震惊到 我不知道要怎么讲 当时我看到这辆车的配备我就知道如果说这辆车的产能没有问题 马来西亚的 B Segment 之王一定是它 可是 就事与愿违啦 因为去年我们又有 MCO 然后又有这个芯片短缺的问题 所以实际上从3月开卖到2021年年尾 这辆车大概是卖了26,000多辆左右 它的这个销售成绩稍微输给这个 Proton 的 S50 一点点 但是 考虑到 它迟了三个多月发售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差距其实还是可以接受的 说不定在今年它就可以 Overtake S50 了 既然我们刚才就讲到 Artiva 跟 S50 了这样子 你可以加上你觉得这两款车 有什么差别吗因为虽然讲是啦他们的 Level 它们的 Segment 其实都不一样价位也不一样 但是因为他们的发布时间很近大概只差了在半年里面 所以一定很多人来对比 你自己对他们有什么看法 对其实 S50 我也是上次在它发布的时候开了一个星期 那时候有去 Showroom 借过车 所以那台车的话我那时候拿的是 Flatsheet 版本 105,000 肯定是 out of my budget 啦 所以那款车的话 我是蛮喜欢那辆车的啦 因为它整体的质感走的是 比较 premium 的 它最主要其实它的对手 真的不是 Activa 啦 可能会是 HR-V 啦 它的价位会比较接近这个 热系品牌的 所以它整体的质感方面 肯定是比 Activa One class above 的啦 接下来我要问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 现在很多车都会遇到的 是什么 这辆车你买了之后 你会觉得 买之前这个功能是 Impress 到你 可是买之后实际上是没有用到的 你有没有遇到这样的 情况 确实如果那个 Meter 的话它有很多种切换模式 就是五六种 但是我 讲真的我买了半年过后 我一种都没有切换过 然后除了 Meter 呢 除了 Meter 过后还有那个 Lane Keeping 啊 我也是上车有时候跑高速也会关掉它 尤其是跑云顶的时候一定把它关掉 因为它会把你 Steering 拉回来 是蛮烦的一件事 所以其实 这辆车的这个 X-Suntending 啊 然后这个 Pro Dual Smart Axis 啊 到最后你用的可能只有 ACC 吧是不是 对啊 最 Frequent Use 的 可能是那个 Front Collision 的咯 就是它会警示你的 那个我觉得是反而比较 能够保护我的安全 其实我的看法也是一样的 我开那时候我开 Artiva 的时候啊 很多东西其实都关掉的 我甚至我连 AEB 我都关掉 我留下来的只有这个 Bly Sport Monitor 跟 RCTA 因为我觉得在马来西亚 有时候你知道了啦 你在路上开车 然后突然间旁边会下一辆摩托出来 然后你不知道什么事情的 如果有Bly Sport Monitor 的话 这个Bly Sport Monitor 在 Detect 到 你的左方也好 后方也好 有Motor 的时候 它会提醒你 虽然讲你看不到 但是你会知道后面有障碍物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功能 OK 这样子这辆车你开了那么久啦 有什么功能是你插拨是时常会用到 除了 Reviews Camera 之外 我觉得其他就和 开一般的车 没有太大的差别 就是白美啊 差不多啦 这个其实真的也是现在很多车的问题 我们去看车的时候你会看到 它有这个 Features 有哪个 Features 可是到最后 你买了车之后 基本上你是没有用到的 甚至像我自己的车 我的车我开了7年 它的 City Player 我完全没有用过 接下来我要问的问题 大家一定很有兴趣 有很多人想要看的 就是你觉得这辆车有什么问题 或者是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 所以它的组装品质来讲 好像你在外面 尤其是后房那边 你可以看到它有一点点 不是很match的 那种门跟门 那种 Fender Fender 其实它的组装品质还是有待进步的 再来就是那一桩部分 它的整个 Dashboard 还是有一点点的那种缝隙啦 所以你会 如果你不去 看它 你不会明显啦 我这样子讲有点鸡蛋 你挑骨头啊 毕竟它是一台国产车嘛 这样还有一些配备像是我 觉得蛮实用 像是它没有了这个 Android Auto Apple CarPlay 虽然它的screen很美啊 可是它没有了这个功能 我就觉得有点可惜 然后它就少了一些比较 马来西亚 人性化的一些功能 像是Myvi有的 SmartTek啊 那个Datari Taba Hoke啊 在Activa是没有的啦 不用讲啦 因为我们都换RFID了 所以那边有那个SmartTek 其实还是可以接受的啦 这样就是 不过其实我也赞同啦 就是现在的车 我觉得Android Auto跟Apple CarPlay 是基本的东西 不过我觉得大家应该不用担心 因为据说啦 这个Produe的D27 MPV 他们会有这个Android Auto跟Apple CarPlay 然后 Produe的传统就是 我的新车会有的东西 之后我的旧车款在升级更新的时候 也会加入这些功能来增加这个心力 所以我相信 Artiva很快就会有这个东西 但是如果说你已经是车主的话 那么可能你就自己要花钱 去换一个Android的唱机 或者是 去安装一个有Apple CarPlay 或者Android Auto的唱机 不过都是要花钱 所以就难免有一点点 明白了 所以你刚才一开始你有讲吗 你买这辆车是因为那个Turbo Engine 你试驾车还OK 然后低盘也扎实 然后你驾了Turbo油 应该有一年多 一年一年多左右 七个月而已 七个月而已啊 OK 这样子你对这辆车 你驾了这样久之后 你对它有没有 跟你一开始印象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我开这辆车 我确实 没有开太多 所以要买了七个月 我的离速才千多公里 可是这辆车我已经经常在城市用 然后也拿去云顶上过两次 所以整体来讲和我在Test Drive的时候 比我Test Drive的 还要来的好 可能Test Drive Unit有点粗糙了 在我的车款上面我觉得它的 Engine 的声音 控制到 mounting 更加的好震动感 虽然是三缸 但是在里面的震动是 蛮少的啦 不会讲太过明显 而且它的handling wise的话 我觉得它的 尤其是它的轮胎 这个 Bridgeton Turanza 的话它在 Bruidua 车款里面它算是一个比较好的轮胎了 所以在抓地力方面它这款车在一些弯路上面它也是控制到非常的好 嗯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其实那个轮胎是好够某些 牌子的轮胎啦 对对对这一次Bruidua 给到的轮胎确实不错 这种车其实我也拿来真的是 比较 激烈的架构 我觉得如果你讲它是一台SUV的话你倒不如讲它是 Hatchback 我觉得会更好 首先其实它离地高度真的没有太高 然后第2点就是 它的重心低 然后这边要讲一下 重心低不代表这个车身的高度低 重心低其实代表你整个sitting position它会比较低 然后它其实是比较偏向这一个驾驶感受去开发的 当然你拿来跟它和一些欧系的Hatchback V的话 当然它是比不上 可是我可以讲它的这个整体表现大概会有一个65到70分左右 开起来还是蛮爽的 就是讲真的我自己也是有考虑想买ATIV啦只是我觉得 好像没有什么update所以就算了 接下来要问的东西就是你有没有去claim过东西或者是你觉得它的aftersell什么样 我是没有claim过任何东西啦 我但是有进行过一次的service 那时候的第1次service它是给我免费的 所以我进行 我是没有给任何费用那时候拿回去 啊 Predewa 的HQ就是在PJ那间showroom 它确实它的aftersell service Predewa Centrum 对那个是centrum 它的HQ 以前我的卖币也是在那边service的 所以我 一下以来对那间showroom的话 是 非常不错的一个感受啦 所以那边 速度也蛮快一下的 它帮我service的话 价钱也不会太贵 所以大概 如果是normal service的话大概也是200到300块 我有收回过啦 这个是最后几个问题啦 这个是我们现场观众给出的这个回馈啦 他们想要知道的东西就是第1点 油耗怎样 第2点就是有没有诈音 OK 首先这个油耗表现呢 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是有开这个第3代卖V的嘛 所以我有一个比较 明显的对比 这个1.0 Turbo 跟这个1.5 Na 所以这台车如果在City Drive 的话 走走停停塞车的话 它是比Myvi来得吃油的 它的consumption比Myvi还来得高 但是这款车我拿去跑一个高速行驶 例如KL的highway也好 拿去跑一个outstation 它是非常非常省油 它可以做到一个14-15km per litre的 确实非常省油的款车 因为 当我在跑一个 100-120之间 它的RPM才1700-1800 所以它RPM它自然就是比较省油了 然后 扎营 扎营的话 这台车确实 非常非常的 没有任何扎营啊 因为我是那个三代Myvi的车主 所以那个Myvi的话 是非常多扎营 从门板啊 整个车体啊 都是像闪掉一样 而且好像现在我们也刚刚拿到这个 第3代半的 Facetive Myvi 也刚刚拿到那个 如果大家有看影片的话 这个问题 这个第3代Myvi 还是没有改善到 还是非常多的 扎营 但是Aktiva 绝对不会 但是Aktiva有一个通病就是 当我把那个 转向的时候 然后要上一些斜波 尤其是parking 你一踩油的话 它就会有一种 声音在那个轮胎那边出来 这个基本上我听很多的 Aktiva车主 都会有这个问题 这个是真的啦 因为Aktiva的 组装 可以讲是目前 Produe的车款里面 最好的那款 因为其实我们之前就拿 这个Produe的Tesca Tesca不只是我们驾爆 会有很多很多很多人驾 包括Produe自己的员工 或者是其他的media 他们都会驾这辆车 然后在经过那么多人 摧残之后 那辆车我拿到的时候 你可以很明显感觉到 它是一辆旧车了 但是 没有扎营 扎营真的是没有 不过在这边 如果各位Aktiva车主 你们的车子有扎营的话 也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留言给我们知道 我们看一下这个比例有多高 来作为一个车主 这辆车如果100分是满分 你会给几分 我大概会给一个 70到 75分左右啦 最高 还有待进步的 其实还是蛮高的这个分数啦 不过讲真的 如果你今天是 你不要先看它是不是国产车 就你一个 8万里面的这个 预算啦 这款车其实性价比很高 我自己觉得它 还是有一点点的缺点就是 主要是空间其实也没有讲到 很出色 虽然讲你看那辆车的外观 感觉它好像很大量这样 可是实际上它的空间表现 应该是跟着一个 Myvi 没有差太多 它最多是比较高一点点而已 我觉得如果空间大一点的话 这辆车会更实用 不过 据说 Produa 在之后 我不敢讲是明天啦 在之后 会推出一辆真正的 B Segment 的 XUV 然后它的主要竞争对手就是 这个 Proton 的 X50 所以我们就 到时看一下 这款 XUV 会不会去 弥补掉这个 Artiva 的缺点啦 然后如果大家对这款车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看一下我们 之前的这个对比的影片 然后在之后我们也会为大家 带来一个这个 Artiva 入门版的 新车介绍影片 我个人觉得那款车的性价比是很高的 因为那个 6万2000令吉 其实上你可以获得 很多的配备 远比你想象的还要丰富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记得留守我们的频道 我们很快就会带来这个影片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这个 车主分享影片的全部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我们下一次节目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